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红毛 湖南长沙传来噩耗,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逝世了 享年91岁 1930年的9月7号,袁隆平生于北京 他在1953年的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的农学系 同年被分配到了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路的安江农校教书 1960年7月,在农校当教员期间 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当中意外的发现了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 他利用这株水稻是种常试生产杂交品种 并且证明,这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 有明显的杂交优势,有望实现水稻增产增收 可以喂饱中国人的肚子 在那个贫困饥饿笼罩在华夏大地的年代 他从此立志用农业科学技术击败饥饿的威胁,研究杂交水稻 而水稻杂种优势的现象并不是我国最早发现研究的 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 就有美国人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遇现象 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 屡次实验失败之后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 没有杂种优势 在当时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质疑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袁隆平提出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 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运性的设想 并且设计出整套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案 马上投入了研究 可前八年的努力都失败了 有一次杂交水稻验收 这稻谷非但没有增产 稻草反而增加了将近期成 于是风凉化四起 有人说可惜人不吃草 人要吃草 你这个杂交水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袁隆平呢 莫不作声 背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 辗转云南海南和广东 跟农民们一起睡草席 只为寻找到合适的日照条件 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 他都不在产房 在倒铁 1973年 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 袁隆平正式宣布 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了 强优势杂交水稻 之后很多年 袁隆平又先后攻克了 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 从此我们成为了世界上 第一个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生产的国家 而袁隆平从此也成为了世界上 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 成功的应用到生产的科学家 而随着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 一代一代改进培育 我们用全球7%的土地 养活了21%的人口 中国人终于吃饱饭 他把水稻比作核武器 对手是饥饿饮了 此后呢 他和他的团队啊 数十年如一日 继续攻克杂交水稻技术 1996年到2000年 超级稻指标 母产是700公斤 2001年到2006年 超级稻指标母产是800公斤 06到15年呢 超级稻指标母产900公斤 16年 袁隆平已经80多岁高龄了 超级稻指标母产达到了1000公斤 而现在的目标呢 1200公斤 袁隆平啊 曾经自己比喻自己 想摊财的人 说百万富翁想千万 千万富翁想异 而我摊产量 到了700公斤 我摊800公斤 800公斤 我摊900公斤 900我摊1000 1000到1100 最后是1200公斤 18吨不满足 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去年啊 袁隆平已经90岁了 他自称90后 团队又研发出了 耐岩碱的沙漠海水稻 能把1亿亩荒滩变成粮田 再多养活1亿人口 袁隆平几十年来 致力于杂交水稻的技术研究 应用和推广 为我国的粮食安全 农业的科学发展 和世界粮食的供给 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是首届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十几年前 就拿了世界粮食奖沃尔夫奖 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还有一颗小行星 以他来命令 他早已经得变了 这个领域最高的荣誉 而生活中的他呢 平常只穿三十五块钱的衬衫 戴几百块钱的手 金庸先生有句话 叫做 而袁隆平呢 无疑就是当代的大侠呀 他曾经说过 自己有两个梦想 河下成粮梦 和覆盖全球梦 他失忆的希望 超级道能像高粮高 能坐在稻穗下成粮 他还梦想 全世界如果有一半的稻田 种上杂交水稻 就可以增产一亿五千万吨的粮食 能喂饱更多饥饿的 而现在 曾经为了人类负重前行的 袁老先生走了 袁老先生的精神将勇却